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看看這個片段 《城市未來未來城市》 就是機構在過去一年 希望有一個給自己一個提醒 在大家同事的工作之餘 埋手工作的時候 也不要只顧著現在的工作 也希望關心在一個層面大一點的 香港未來城市 究竟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做得多一點的 我們做得多一點 我們想追求的目標是一天24小時 去照顧一個長者 我講的是傳統服務 我們稱為科毛劇 還是我們講的是支援家人 我們讓家人能夠真的覺得 我們這個社區是共融的 這個社區是很歡迎他們留在這裡 留在自己家裡 但是也不要忽視我們整個社會資本 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小社區 整個家庭 無論是硬件 軟件 人的東西 或者是環境的東西 能夠讓長者很安樂 很有自尊 很有尊嚴 很有選擇 這樣留在社區裡 我們始終都是 我們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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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可以津貼給一些外傭 在家裡去照顧長者 這些其實全部是可以討論的 一些認知障礙的老人家的家人 我們是否有另外一種現金的支援 能夠給他們 等等這些 其實我也樂意聽大家的意見 大概有十萬左右的外傭 是照顧老人家 那這十萬個外傭 你想想我們哪有十萬個同事 我們哪有十萬個社工 但是我們有十萬個外傭 是今天實實在在家裡 24小時照顧長者 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去支援 訓練這一批外傭姐姐 你們是包括家人 包括社工朋友 包括我們最前線的姐姐 做這些健康管理的功能 絕對強過梁醫生 坐在診所裡去看老人家 這個社區健康中心的概念 就是我們很想在接下來的一日子 在每一個區落地開發 是能夠實實際際 真的用醫社合作的形式 是幫到每一個長者 自我管理自己的健康 我們的角色是一個支援的角色 是一個enabler的角色 其實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我們一起共負這個責任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 我們不是說我們很厲害 所以我現在幫你 所以我幫你搞定所有的事情 而是大家一起用大家的資源 用大家的能力 一起按照長者的需要 我們去幫他想辦法 我們在一個社會的結構裡面 我們是有不同的服務 去服務不同階層的人 但是偏偏在我們安老業裡面 我們就是剛剛調轉了 現在整體整個政府的政策 就是希望慢慢把整個市場 放在一個對的位置裡面 私營的 自負營規式的 我們是真的能夠服務到一些 比較high-end的人士 就是他們強調可能選擇自主 尊嚴是會比較多些的 環境可能他們的要求會比較多些等等 遙距醫療 我們剛才說的醫社合作 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相信在未來很快 你們淋淋種種很多類型的家居照顧服務 我們都會跟醫管局有聯繫 而我們都會希望醫管局的醫生 是真的到最後他們的把關 藉著遙距醫療 舉個例子,你現在在順利村 照顧著一個長者 你到他家裡 你發現一個問題 現在可能你只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叫他去急診室 但是我希望日後我們不需要這樣 因為我們急診室已經排大長龍 還有很多的醫療 其實是可以在居家的環境裡面 是能夠做得到的 今天我們偏偏在香港 我們是反過來走的 我們醫院的入住率是越來越高 還有我們直住去急診室 接著入院的率都是越來越高 這個跟整個世界醫療的趨勢 是對反過來的 另外就是IoT 其實一樣 今天的IoT技術已經很便宜了 所以是如何能夠在家居裡 去24小時幫助長者 觀察他的身體的需要 這方面其實是有很多科技 我們可以應用 大數據 藉著大數據 你們在照顧數以百計 數以千計的長者 藉著大數據 其實你們是可以很容易 地圖每一個長者的需要 在你未知道他出現問題之先 其實你已經藉著科技可以知道他的問題 人工智能更是接下來我們可以應用在我們的行內 還有現在其實大家在做很多工資的事情 鬆飯、去他的家裡照顧他、幫他洗澡 其實藉著AI可以讓你們的工資 很輕易地增加效率20至30% 究竟我們想給一個怎樣的社會 那些旅行家 是一個他會覺得安定 這個很重要的 安定 安定什麼叫安定 現在我們喜歡自由行 不喜歡參加旅遊團 因為旅遊團其實不安定 早上6時多抓你起床 趕快去吃完早餐 然後推你上旅遊車 然後慢慢看不同的地方 自由行就不是了 你睡了9時起床 沒有人理會你 沒有人理會你 你10時到家去咖啡 喝杯咖啡吃了早餐沒有人理會你 你可以整天不做任何事 都沒有人理會你 那我猜什麼叫做安定對長者 如果有一個制度 長者經常被人推去A、B、C 他不會感覺到安定 第二部分我們說平安、安全 長者究竟在他自己的家裡 或者在他自己的社區 他一直這樣去年紀大的時候 他是不是感覺到平安、安全 是不是感覺到安全 我想用一個字的感覺 其實安全、平安是一個很大的感覺 而長者決定去不去安老院 或者想不去其他服務 那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地區裡面有一個健康中心 什麼中心都好去幫助他們 每個小區裡面很重要 我們現在不把NEC、DECC 放入一個安老服務 即是不放入一個長期照顧的系列 他們沒有一個責任幫助長者 在社區裡面居家安老 這不是他們的責任 但如果我自己會想 每一個小的社區 我不是說到DECC那麼大 我不是說到NEC那麼小 說到一條屋村那麼大 裡面有一個中心 我不要理會叫他什麼名字 我不要理會叫長者健康中心 簡單一點我自己會說一個英文名字 一個中心是推廣自立的 一個中心是一個資源中心 給一些老人家安排 幫他們在社區安老 他們知道其實走下去 兩、三分鐘或五分鐘 他們可以走到一個地方 他們可以拿到適當的資料 我相信這個對長者有大分別 一個大埔區對長者 或是觀塘區對長者太大 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意思 在大埔區裡面 大圓村可能有意思 一條村裡面的生活環境 或是一個大埔區有意思 大埔區意義不大 所以我們在設計服務裡面 其實真的要有一個細社區 是很重要的 細社區裡面的互相支援網絡 是很重要的 究竟長者是否真的有這個選擇 安老、安心 究竟在服務上是否真的有這個選擇 還是他是參加旅行團 你只是一個套餐 你報名之後 裡面沒有什麼選擇 你可以選擇報不報名 但如果你沒有什麼資源 你去旅行一定要報名 其他東西沒有什麼選擇 第二就是 我們的服務 現在是否真的以長者、意願為中心 為衣櫃 我們可以用一個套餐 賣了旅行團給它 但裡面是什麼呢 又是沒有什麼選擇 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資源放在長者不需要 或者不喜歡的地方 另外最後就是長等 什麼都要等 在香港 我覺得首先就是以長者意願先行 提供真的選擇 推動真的居家安老 說得很容易的 我經常說 在外面喊口很容易 但實際上怎麼做這件事 是一個挑戰 社區照顧卷整體上 大家當然知道現在是第二層 那個反應很好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當時我們做了一些 focus group 在座的是社區照顧服務卷的 我們問一些社工 很多是社工 有一點護士 我們說如果你爸爸媽媽需要服務的話 你要社區照顧服務卷 還是要傳統服務 九成幾 差不多100%的同事說 社區照顧服務卷 我們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社區服務卷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有得選擇 低收入家庭護老者 身為津貼 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但學到一個最大的課程 是什麼呢 付費是不夠的 你付錢 他付了2000元 是否能幫助他照顧得好一點 答案是不是的 那個服務的配對是最重要的 是否付費就可以有真的安老服務 我現在說的答案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就算錢跟人走 你的錢跟到社區裡面 跟到老人家 這不是一個真的安老服務 即是真的安老服務 是有兩個方面的 一方面錢是需要到用者身上 令他有選擇 但另一方面 要有真的選擇 換句話來說 社會裡面的真正服務 可以讓他選擇到 一方面我相信 傳統服務是一個選擇 不是每個長者 或者家人都適合使用 前幾人走的部分 特別我們看到 如果你家裡有些讀書的小孩子 通常來說錢跟人走是好的 社工 如果你的兒子女女是社工 或者錢跟人走是最好的 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的兒子女女 是一個地盤工人 沒有讀過書 或者是中小學程度 特別是再低一點的 錢跟人走是有點困難的 現在的套餐的做法 就是由獎者決定去拿 就是挺大的套餐 這是有一點比較奇怪的做法 特別是如果那些是公帑 如果那些是私人的錢 當然沒問題 如果公帑決定的大小 由服務使用者自己去決定的話 這個邏輯是有點奇怪的 很重要的 我們其實要打破信息不對稱 意思就是永遠 供應員知道的資訊 多於使用者很多 有什麼辦法去打破資訊不對稱 我們英文叫做 資訊不是概念 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怎樣去 製造一個家庭、社區和政府 共同承擔的一個長期照顧系統 是重要的 我們的什麼服務呢 說真的去到全世界說 原來我們香港有這麼多東西 不過主要問題是什麼呢 所有人都在這裡等 無論等公屋也是等 等社區照顧服務等 等安老院社也是等 其實很多的服務也是等的 社區照顧和院護照顧的關係 其實我很簡單問一個問題 你老了想不想去老人院 我們三十年前到現在 都是要大家舉手 沒有人舉手去老人院 三十年前也是 為什麼這三十年來 這麼多老人家 入住老人院社呢 這是很值得反思的 我們去任何場合 公共教育 我們從事了40年的義務工作 我們接觸的長者 其實個個都不想入老人院 當然就是我們 為什麼會偏高 就是我們正正就是 我們社區照顧服務 是否應付到 長者真的覺得 他要照顧的需要 如果老了之後 你的需要就是 去不了廁所 那你現時的社區照顧服務 能否幫到你 能幫到你 能幫到你舉手 沒有人舉手 能幫到你去廁所 我作為醫療提供者 其實大小而變 是一個最重要的個人需要 每天可能要去六次至八次的洗手間 如果是一個獨居的人士 你怎麼應付這件事呢 最快可以入到老人院在哪裡 當然是私營安律會員 這是必然的 剛才林醫生說的 入私營院社 其實在外國的私營院社 一般是五星級的 香港的調轉是一星的 你排五星和一星 香港的私營室是一星的 去到三星就很加低 那就是一星 那等於什麼呢 其實我也反對一星 一、二、三、四、五、六星 其實是在酒店說泳池 說Physical Facility 不是說內容 不是太說內容 我們說個人照顧服務 我們說內容很重要 香港政府其實只給了二萬六千個位置 大家聽著記著 不是六萬多個位置 香港政府給錢 二萬六千個安律院社的屬位置 我們給同樣的數字 社區照顧服務的數目 我們給了二萬六千個名額 但以這個院社照顧服務的名額 一樣的話 其實已經在改變社會了 那麼多人有沒有這樣的 有沒有什麼標準 有沒有人手 要考慮 但其實如果我們很大幅的改變 當一個獨居的長者 他選擇留在家裡 你提供的服務 是相應到他願意留在社區裡 那麼自然會有 自然我們在院社的需求 就大幅下降了 可能私營院社 可能要撿了一半也不行了 那些人手就去到社區裡 我們從任何研究 都發覺一個85歲以上的人 有百分之二十的機會 需要長期照顧我 未來港恩財座的 都進入65歲以上 是百分之二十五 有所謂的經濟人 我們怎麼改變社會的規劃 他臨演說 我們有些很高質素的老人院 他寧願自己進入老人院 這個選擇是改變整個社會的趨勢 90年代就去澳洲考察 澳洲那時候的70歲以上的人口 入住長期間的社區 約莫是百分之六至七度 政府承諾了一個很重要的承諾 我不想再入住院社的上升 所以投入極大的資源 去提升社區照顧服務 香港的所謂老人評估 也是參照澳洲 在90年代推行這個 怎麼令到老人街 有照顧需要 在可以的社區生活 我們香港的政策 很多時候不是根據一個客觀的科學研究 而去做 反過來我們說的是 跟錢 錢沒有我就不做了 所以不敢做科學研究 我們從公元2000年做了掃模之後 沒有政府能夠這樣拿出來 每年說有多少人通過掃模 有多少需求 這些業界是不知道的 其實如果我們的數據更加透明 高度透明 我們坊間可能想一些方法去應付 最後還是說錢 財務安排很重要 即是我們怎樣令更重要 如果未來一定令到在座的人 你需要長期照顧服務 不再需要依賴政府 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有些地方 有長期照顧保險制度 或者長期照顧的年金制度 這些全部都可以 減低依賴政府的可能性 政府也在2016年的CV報告 答應了很多事情 這些有沒有落實 是有落實的 包括一些大的長者設格 暫時還未見到 但是籌備中 有很多工營機構 包括西加文化區 都會有這些設施 一些大型的設施 都多了這些細手間 方便長者或其他需要人士 用一些扶手 其實這些細手間在外國 是一定要有規定的 為什麼香港還未有呢 一些比較特別的座椅 大家可以去戲院或者在座 現在的扶手 如果大家有長央行動問題 或是不能起床 他們怎麼起床 當然有輪椅座位 但有多一個選擇 就是他們可以開扶手的座位 過馬路 其實香港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斑馬線 但問輪椅的朋友 斑馬線對你好嗎 輪椅朋友不喜歡斑馬線 為什麼 一吸一吸 走不走過去 我們在外國的例子 就是一些迷你的斑馬線 基本上行動是直過的 車會過到一些石面 對於車來說 其實它一定要慢駛 才能過得到 這是我們剛才所提倡的 通融設計 大家都可以 這個循環設計 就是基於剛才所說的 研究數據 在這個腦退化症 我們很強調 剛才說 為什麼我們要強調各位參與 很像在這個腦退化症 院友方面 我們不可以單是用藥物 我們需要行動 我們亦需要環境上的支援 這二十年來 有一個趨勢的安努服務 財務給錢的時候 就是當它推出了一個新的東西 一塊新的服務 它就令那些舊的東西陰乾 就是不再給錢那些舊的服務 或者發展得很慢很少 當那些事情 有時仍然在做駕駛 都未正式知道行不行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 我希望未來的特區政府 不要再是這樣 但我就想 如果一個人開始年紀大的時候 可能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生活 就是開心 我也未必看明天會怎樣 我病座是怎樣 我今天開不開心 其實真的很重要 在我們的服務裏面 在我們做很多醫療 服康的照顧裏面 我們有沒有想多些 生活的質素 有沒有想多些計劃呢 怎樣令到老人家可以開心一點呢 我記得以前我做服務的時候 做過一個練習 不過我猜我以前的單位都已經早 我一走的時候已經踢走這個服務 因為他們覺得很難做的 就是我們會為每一個服務的老人家 都會慶祝生日 記得他的生日 以及記得他第一次做服務的日子 感謝他慶祝一下 這些其實不需要很多錢 現在的科技也可以 你擺放了電腦 是一個預算 但是需要剛才說的心 就是我們需要有心 對老人家 不過這條片帶起就是 其實家居安老的問題 實在也不只是專家的意見 是每一個人都要參與意見 我在鼓台下也應該有些不肚不快 我覺得政府是一個主導的角色 主導的角色其實真的要協調不同的部門 去做一些居家安老的政策 譬如說如果我們想在醫療 或者家居治療服務那裡 可以落地和做得更好 其實小區照顧是一個方向 即是政府或者一些政策的配套 是否能令到附近的一些鄰居 可以在打風 即是一些特別的情況去協助長者的兩餐 如果你沒有車 如果我住得近就可以走過去 如果不是住得近 要坐車在背後沒有家洞工具的時候 在這些打風情況下會不會有特別的措施 可以鼓勵輪舍去照顧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做中和家居照顧服務 其實我們沒有心力去照顧一些討論 即是一些輔導性的個案 你叫他去找家庭服務中心 說真的 他要重新說過他的故事一次 而他又不熟悉工作人員說 其實他的選擇是不會去的 所以我想在未來 中和家居照顧服務 或改善家居 即是我們那組的系統 在裡面 可不可以都會有一些專責的同事 做多些些控制令 其實創科公司 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有什麼角色 可以和社會服務的同工 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去幫助一班老友記 政府也說了很多Smart City Smart City由我做起 即是由政府做起很重要 即政府在用科技上 要做到領導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但現在我也和社會福利署的系統 我會覺得那個系統 已經是Legacy的很重要 我不是說現在正在用 是現在正在發展的系統 即將會被用的系統 已經是Legacy的系統 即是我覺得 如果政府不是用Smart City 由我做起的心態去說的話 我們說其他東西 真的沒有意思 即是好像送飯 是一些很簡單的工作 現在很多Logistics 已經是應用科技 但偏偏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沒有好好地應用一些很簡單 其實不是一些超級很先進的科技 但其實已經藉著這些科技 就是可以令到整個Logistics 是Efficient很多 即我剛才說的Tele Medicine等等 即我們怎樣促進長者 以及我們的照顧員的溝通 藉著這些科技 其實絕對是可以做得到 Case Management 也藉著科技可以做得到 甚至乎是我們偏間等等 其實全部科技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怎樣配合 怎樣配合 用戶和服務員 這些全部科技都可以做得到 類似人士是不喜歡引導徑的 長者也不喜歡引導徑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曾經在上個立法會 聊過多次了 就是為何要這麼多引導徑 把長者擊倒了 所以這個科技 我們一方面拿了一個資金 就是用一個RFID 很簡單的技術 不需要鋪線的 沒有電的技術 可以幫助引導徑 做了一個隱形的引導徑 隱形的引導徑 不是很簡單的 我們這個資金已經拿了 第一個使用點 就是西國文化區 我們指引可待 西國文化區就在2018年 年尾會落成 到時我們就會用這個資金 用這個很簡單的技術 可以方便應用到 所以回答我朋友的問題 資源是有的 很視乎我們怎樣運用 我提議是剛才說的 科技和社工的同事說 他們的困難 在日本 口生勞動省 有一個這樣的政策 就是任何的長者 或者是殘疾人士 只要他是在醫院的醫生 證據 他需要用輪椅 還有他有一個能力學識 去用電動輪椅的話 醫生會簽了一張字 他就可以在口生勞動省 拿一張券 就可以去買一個電動輪椅 輪椅的照顧 輔導的問題 我嘗試做一個很簡單的提議 就是每一個大的家居隊 加一個社工 就指定專責要做這些工作 其實我想說很久 我做服務的時候 我們的社工是負責的 去聯絡輪社去做的 但是在今天 我不會這樣提議同事 就叫他們去死 就是他們做現在的那麽多個案 都死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過如果每一個隊 有一個家旨 一定是做這些工作的 我相信也可以和社區裏面 社會資本有一個接口 有一個配套 這些事可以成真 用Terry的說法 真的安勞服務更多 就是安勞服務 那個財政策是怎樣做的 如果我們的財政策是有足夠的彈性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也都可以促進到很多科技的應用 現在我們香港還沒有這個保險制度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彈性是沒有那麼大 不過我們都會盡量去想一下 會不會在現在的一些套餐系統裏面 是可以用得到呢 這些都可以考慮的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在套餐系統裏面可不可以 甚至乎給現金券 這些我覺得都是值得考慮 自負盈規給我軟石的感覺 又跟之前的甲級有不同 但問題是 他收我一萬二千 自負盈規我都很明白 你給多少 他給你多少 這是對的 但問題是 你們現在在說家居安勞 但我連家居安勞的資源 在哪裡拿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們剛才說小區裏面 有一個資源中心 幫助照顧者了解到可以怎樣做 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上門去看看你的家是怎樣 然後把區裏面的義工團體 教會團體連在一起 他不是每天上去 但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上去給你一個下午的 就是做其他事情 這個是可以做到 我自己會看的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事情是正在發生的 但我們未曾把事情拉在一起 以致那個照顧者沒有辦法看到 其實他怎樣可以拿到幫助 剛才有同事說過 那個care manager 或case manager 那個角色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政府很多時候 以前的看法 就是把這些當作一個 擔心項目去看 就是覺得我又要丟多錢 但其實如果反過來 把這個當作社會的一個投資去看的話 其實這個投資的影響很大 無論是剛才說 就是減低了照顧者的壓力 釋放了勞動力 令照顧者開心些 減少照顧者 他自己本身可能用ER 用醫療體系 長者減少他用沒有需要的ER 或者醫療體系 其實那個幫助可以很大 現在中產人士 未來我估計佔25%的中產人士 有5%你不用幫助他 因為他有錢得很多的 你這25%怎麼去做呢 其實就是說 你剛才說 令到他們有一個選擇 有一個所謂彈性 就是說 我們未必真的需要 依賴政府提供服務這麼多 不過就是政府有責任 令到他們有一個選擇 選擇去哪裡取得到 更甚至就是 有沒有一些財務方案 可以幫助他們 就是說 在很多不同的亞洲地區 例如新加坡 都有些長期照顧的年金計劃 你50多歲 你可以活到89歲 或者90歲 通常都要人照顧 最後兩年而已 簡單來說 我跟朋友說 你儲24個月的糧就行了 就是說 你現有的 就要住在臨醫家 臨醫生的院舍 要收多少錢 是4萬至5萬的 是不少的 其實我一定要強調 一個高質素的護理 是不是低價的 因為人手很重要 聽說 人手的質素 而且香港投資很不足 因為我們正正要提升 人手的待遇 吸引多些年輕人入行 在未來 你要預算多少 你儲多少 儲多少 你不要花太多去旅行 儲少少 到最後兩年 就可以保證 你有一個質素 就不需要等 因為你那時候 可以付得起錢 去進入一些高質素的院舍 這個其實可能 儲100萬 不要花錢 臨死之前 就住了兩年的高質素的院舍 真的要存護你 將來不是存護你 都可以在家裡照得到 其實你預算的錢 也未必有很多 但能夠保持一個高質素 那麼多人最好 可能不用住老人院 即是說 去到未住老人院 那時候已經見到上帝 那是最理想的 謝謝林醫生 我想大家給一些掌聲 多謝台上五位朋友 對,謝謝林醫療 謝謝林醫生 謝謝林醫師 謝謝林醫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